我有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建立盈利的和平组织? 我们知道军工复合体的存在,其中包括智库和国会影响力,特别是在美国和欧洲。 这种复合体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将金钱与政治交织在一起是有利可图的。 这些机构相互联系,形成了一种动态及军事行业的个体,他们生产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经常过渡到智库角色,或在政府职位之间进出。 我们对这种情况并不陌生。 然而,为什么我们有一个促进战争的军工复合体,却缺乏一个致力于创造和平与稳定的和平工业复合体呢? 和平确实有利可图,战争与和平的历史涉及国家和机构,为了经商权利而斗争,而其他人则发动战争。 和平时期对许多人来说比战争更有利可图,战争只有少数人受益,这可能是答案的一部分。 在政治科学中,众所周知的集体行动问题概念,当一个小团体与一个厉害关系较小的大团体相比,有很大的得失时,J,个小团体将决心尽一切可能实习政治和社会目标。 这就是为什么相对娇小的犹太复国主义有所团体,只有少数人认同犹太复国主义,有很多东西要失去的原因,因此,他们会尽一切可能保护自己的利益。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有超大的影响力。 每一个试图影响政治的游说团体,都适用同样的原则,因为如果这些政策出错,他们有很多东西要失去。 同样的,在军工复合体中,我们看到了同样的现象。 好战分子和战争器械生产者,如果他们的产品不被SASAMS、ARICSTY美美国,BREOTY STORTE又失去。 然后,我们看到了一个导致美国永久战争的动态。 战争本身成为了一个目标,因为它为这个资本主义系统生产的武器创造了需求。 我理解为什么会这样,但我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利用资本主义的原则和机制来对抗这个问题。 例如,我们看到和平工作的概念是如何被执行的。 这些工作,由非盈利的非政府组织来警告。 这里的想法,总,这些组织是什么非政府组织。 它们没有利润动机,而且你应该相对贫穷。 特雷萨修女常被视为完美的善良天使,她非常贫穷,被誉为好基督徒的典范。 与此同时,如果我们不改变和平工作可以盈利的范式,我们将永远无法达到抗衡军工复合体所需的规模。 我们需要一个积极倡导和平,和平解决冲突,并反对好战的民用工业政策复合体。 挑战在于在集体行动问题对我们不利的习同创建这样的机构。 因此,问题仍然是,我们如何使和平工作变得有利可图。 这将是对反战政策的资本主义方法。 就像美国的机构一样,有一些好的机构致力于和平、现实和合理的政策。 例如,昆西研究所和约翰·昆西·亚当斯协会就是这样的组织。 我们还有几个非政府组织,包括粉红代码,他们努力做好事。 然而,他们都面临着需要资金的问题,这通常来自捐款。 一旦你依赖捐款,你就会依赖你的资助者。 如果你做或说的事情,资助者不同意,他们可以签资购买。 那么你就问问他什么困境。 这个问特伯拉和平非政府组织所督的。 美国现在威胁要切断对联合国的资金,如果联合国承认巴勒斯坦为国家。 这种情况凸显了资金依赖可能在多个层面上存在问题。 资本主义通常是基于这样一个原则运作的。 生产者创造出许多人想要的商品。 因此,这些人购买商品,使得顾客自己成为他们购买产品的资金提供者。 这种模式减少了对外部资金来远的依赖。 然而,将来模式应用于和平是具有挑战性的。 尽管和平和反战政策对每个人都是有益的。 我不确定他们具有市场性。 我们如何使这个产品具有市场竞争力? 我们如何创造一个可以在市场上购买的产品, 然后使用其收入作为和平工作的直接资金来源? 它应该是一个直接的联系,而不是间接的联系。 比如,某人通过与此无关的业务,如生产纸巾, 变得富有,然后用那些财富来资助一个非政府组织。 相反,购买产品X的人越多, 用于和平工作和政策Y的资金就越多。 这需要是一个实际的解决方案。 此外,最好是人们不仅仅在评论中写下他们的解决方案, 而是真正开始实施他们。 如果有人有一个绝妙的主意, 他们应该开始实施它,并从中赚钱, 将和平工作变成一个有利可图的事业。 因为好的一面是,如果这个方法有效, 它应该会具有传染性,对吧? 然后越来越多的人应该会想要这么做。 不一定是因为他们想要和平, 而是因为他们想要赚钱。 那么,我们如何利用资本主义系统的贪婪, 来推动美国,欧洲,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和平主义政策呢? 如果你有想法,请在评论中写下来。 如果你有一个绝妙的主意, 就创立一个盈利的和平公司。 我们需要尝试建立这种民用工业和平复合体。 否则,我们永远无法获得动力, 让所有齿轮相互离合, 将我们从每天都在上演的这种持续的, 可怕的好战的状态中解脱出来。 让我知道你的想法。 谢谢。 嗯, let me know what you think. Thanks.